大家好,今天的视频我们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黄瓜的采摘和管理 这个黄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就是 好了的黄瓜要及时摘下来 因为这个黄瓜就是说,你要不及时摘的话 它就把营养都吸收了,所以上面的黄瓜就没有营养去长 所以说像这个黄瓜长的这样子,就应该把它都剪掉 这么多 那边还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地方也要把豆 哦,这些都该采摘了 哎哟 哇,漂亮 哦,这边 这个又该采摘了 哦,这个头太大了 太长了 哦,这上面 我一般基本上 哦,这个摘了 这个还可以留着 有点小 好像一遍穿出来好几个 对,从开始我们是五月下旬开始,就是说每天我都出来摘黄瓜 然后呢,就是说你要及时的把这些黄瓜都摘掉 因为上面它都有很多黄瓜钮 你要是不摘掉底下的话 它就那个什么,上面这些黄瓜它就没有力量去生长去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黄瓜呢,就是说 在生长过程当中 第一个就是说,必须要把这个 好了的黄瓜都要及时的都把它们摘掉 你看一会儿就 我几乎每天都出来摘黄瓜 每天都摘个四五个 你看一摘摘一大 一大本 所以说呢,必须你 你要是去黄瓜不长 不摘了的话 就很影响上面的黄瓜生长 这里还有啊 所以说你要看的时候要仔细的看 不仔细看,然后呢,就漏掉了 这里还有一个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 这个都长老了 因为不注意就长老了 一不小心漏掉了 你看下面的就没有阴阳 就是说你要及时摘了以后 它上面就能长 所以黄瓜呢,其实我有时候都不怎么管理它 就是把它们摘上去以后 就是浇上水 然后呢,看着如果 就是肥力不够了 黄黄的了,你再上点肥 平时呢,就是说上周底肥以后 我一般都不怎么给它上肥 浇上水,然后呢 就是随便摘几根就够自己吃的了 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 就是黄瓜剪汁的时候 主要是要看你的黄瓜是组织接瓜 还是侧织接瓜 组织接瓜的话 你要确保你的组织要营养丰富 那如果是侧织接瓜的话 那么当这个黄瓜呢,长这么高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的顶打掉 然后促使它的侧织发育 然后再接黄瓜 那像我的侧织主要是组织接瓜 所以说我一般呢,就是说把它的侧织给它打掉 那就是说,这样保证营养供到组织上 然后让它接黄瓜 像这样的老叶子 像这样的老叶子 一个侧织 然后呢,我就把它把它剪掉 这样的话,保证营养供到组织上 接黄瓜 接的旺织上去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的 这样的老叶子 这样的老叶子 这样的话就是说 营养都 主要是保证营养 把营养供到这个结瓜的枝子上 像这个枝子 我就把它剪掉 哦,这么多的瓜子 在上面不是瓜 哦,这个是瓜 不要了 因为这个枝子在上面 这样底下的这个枝子就不要了 所以隔一段时间就要出来 把这些老叶子 然后不结果的枝子 或者是长势比较弱的枝子 把它 cut掉 这样的话,保证这些组织 结果的枝 能够充分的得到营养 可以结更多的黄瓜 有的朋友问我们这个黄瓜呢 就是说多长时间浇一次水 我们的黄瓜一般呢 就是说 两天或者是三天浇一次水 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 根据如果天气特别热这两天 那就两天浇一次 如果不是特别热的话 那就三天浇一次 所以说不需要每一天都浇水 如果每天都浇水的话 这个黄瓜有可能会凹根 所以说我们的经验就是 两三天浇一次水 那黄瓜都能长得很旺 然后呢还有我朋友问 这个黄瓜你们多长时间浇一次肥 说实在的 我的一般就是说 种黄瓜的时候呢 上足底肥 然后呢 黄瓜在生长过程当中呢 我不是经常去给它们上肥料的 因为呢就是说 我只有看着 哎呦好像黄瓜有一点发黄了 好像劲儿不大了 好像营养不够了 那个时候呢 我就再给它们上点肥 如果说黄瓜都长得旺旺的 那就没有必要再上肥了 像这黄瓜你看都长得好好的 然后那个就是底下黄瓜旺旺的 上面的黄瓜柳有很多 那为什么还要再去上肥 我都觉得不需要了 如果说你看这黄瓜 好像不怎么长了 却营养了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再上点肥料 而且呢它开花结果以后再试肥料 主要就是试淡肥和甲肥的 这个比较好 因为淡肥和淡肥呢 主要是对这个黄瓜呢 开花结果作用比较大 甲肥呢 对整个黄瓜就是都有帮助 而且呢它可以提高黄瓜的 这个抗病能力 所以说呢 开花 黄瓜开花结果以后呢 就是说你要施肥的时候 施淡肥和甲肥比例比较高一点 然后肥料比较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